繼續來玩模擬市民室 那我上一次呢有說要改造一下他們的宿舍 和安眠書店他的酒味室友 那經過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已經全部完成了 那我宿舍改造也不是說就是整棟打掉那種 就只是把裡面的內建的那個家具 擺得比較 我看起來比較順眼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他們宿舍長什麼樣子吧 OK 繼續來到我們的 幻龍廳 那格局什麼的其實都還是一樣 只是我把一些就是我覺得不必要的家具給移除 然後增加一些我覺得需要的家具像是這個 足球桌 我一直都超想一台這種足球桌 公用電腦的旁邊 加了一台跑步機 大家要多運動 一定要多運動 這個公共威語呢 還是同一個公共威語 對 我沒有打算要加門 來看一下我們安眠書店 欸怎麼有其他人 那模擬市民事件齁 沒有隱私權這種東西 你只要不鎖門 會有人就是自己會跑進你的房間裡面 用你的書桌 用你的話界啊 玩你的電腦 一點隱私圈也沒有世界 那因為他的室友啊 實在是太多人了 總共有九位 因為連我自己都記不到他的名字 所以我們就有看到的時候再介紹一下好了 那我們的書店 現在 看 跑來別人的房間寫作業 莫名其妙 你也有書桌啊 奇怪 現在把這個上次畫的畫賣掉好了 上次結束的時候畫 喔 等一下 起來幹嘛 突然變 亮眼星人了 雖然都出現了 講一下好了 這裡有名氣跟名聲 這個是買那個 Get Famous 新夢其妃 新夢其妃資料片 在那個資料片裡面 你的人 小人可以成為名人 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讓你新夢其妃 把畫賣給收藏家 就是不只可以拿到錢 還可以就是獲得名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公共場合彈雞菜可以獲得名氣 所以 這些事情我們那個 書店的高中時代 常常做 那剛剛那個畫賣 他就突然變成一心名人 哇 你現在是名人耶 那我主要還是玩大學 我就先不管 新夢其妃的內容 以後看他畢業之後 好不好去當明星 我再來玩新夢其妃 我們應該快開學了吧 喔 有 17小時後上課 明天 自己又跑來畫畫 真的是很喜歡畫畫 然後要上台報告 別畫了別畫 你又不是美術系 來為我們的課業努力一下 這堵垃圾 從昨天就是從 我第一天來到宿舍啊 躺到現在啊 都沒有要收耶 我也不收好 就放在那邊看他發醜 我就爛 他感冒耶 說電快不能呼吸了 他說呼吸 欸 我們宿舍回來睡覺了耶 再這樣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同情宿舍好了 這一位 恩諾琴提布蕾妮 呃 不好意思 恩諾琴提布蕾妮小姐 他名字就是他媽有長 那我改造他們的宿舍呢 只有可能幫他換個皮膚啊 換個服裝 然後打扮一下 然後換個髮型這樣 因為他原本因為宿舍 長得實在 就太像魚了 有點 慘不忍睹啊 這個 這個 特別的長相 就是上去整形啦 那大家就是忘記 他原本長得像那個魚的那張臉齁 我們現在是漂亮妹妹 OK 品質烈 可以改善並整理耶 我們來整理一下好了 我們把這個幹完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去做其他事了 快點我們先把報告給做完 半夜的時候 真是做報告的好時機 像他吃個藥好 我看他實在是有夠不舒服 你看吃完藥就會變得很迷茫 你真的是感冒藥吧 為什麼會迷茫啊 快點 別人在睡覺的時候你做報告 你一定會成功 那現在時間 來到了凌晨的1點44分 我們的安眠書店還在給他的報告 他終於把他的報告品質 從列等改成了一般 對然後還在到自己的手 幹你這麼笨 還可以尋求意見耶 但目前 安眠書店大概兩天只認識一個人 上一次提到那個美術系 整間宿舍最漂亮的蕾拉 那既然都提到蕾拉 我們來看蕾拉在不在家 來介紹一下蕾拉好了 蕾拉 蕾拉 蕾拉在睡覺 那我們等他醒來再介紹他 吃塊蛋糕 旁邊這位用電腦的 有緣慧離 這個在上集有出現過 日本的黑髮女生 日本的黑髮 黑髮的日本女生 日本的黑髮女生什麼鬼 因為呢 我在改造這個宿舍的人的時候 我要去點他們 然後幫他們改造 但是他一直沒有出現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辦法幫他改造 所以他現在是全宿舍 唯一沒有被改造過的人 喔 等一下 是我們室友 這位就是我們的同情室友 他的名字實在是太長了 我們就叫他同床的好了 不是同床 同房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圈骨很高 特別把他捏了 看起來很難相處 紫魚眼 喜歡深色口紅 就是我們的同床的朋友的 我討厭上廁所 這位人生為什麼要在鏡子前面對鏡吃東西啊 有人要怎麼講話欸 是因為那位剛剛在廁所吃東西的大哥 那我們介紹一下大家好了 他叫做 詹姆扎克林 我一樣不知道哪一個是他的姓 哪一個是他的名 我們大概給他一個有顯而易見的代號 那這個扎克林呢 就是他看起來啊 就很像渣男 鼻子大嘴唇波 渣男的面相 我笑起來的時候看起來真的是有個派 所以呢我們就叫他渣男吧 那因為這個宿舍喔 陰盛陽衰 包含書店的內只有三個男生 而且三個男生都是黑頭髮 因為你看其實根本就認不出誰是誰 但是這樣就可以看一下 渣男呢 是大背頭 書店是這種稀疏的瀏海 他說回來我們還不知道渣男什麼系 欸你也感冒啦 你們根本不認識 要怎麼傳染 這房子不會有流感病毒吧 認識一下宿舍裡面少數的男性 了解一下他好了 喔整潔 是因為有潔癖的渣男 來問一下是怎麼系好 喔 他是反派學欸 好酷喔 他是真的bad guy 我們課是幾點 我們課是下午1點 還有時間還有時間 趕快睡覺趕快睡覺 那現在12點了 12點我們該起床了 因為我們還有 兩個小時 還有一個小時就要上課 書店現在 起床之後 非常不舒服 他的感冒沒有好 在外呢就是 上一集有出現 梅書系的蕾拉 我對他印象呢就是 黑暗版的鏡香 絕對不是因為他很黑 就是那種 鏡香的感覺 我也不會講 所以我們就叫他鏡香吧 我們書店現在要去上他的 這個學習第一堂課 那有點可惜的是就是 上課系統齁 不會看到就是他上課的模樣 到一棟大堂前面就會消失 你不會看到他上課的過程 有點可惜 我在課堂上出席 但卻沒有做好準備 欸完蛋了 那我們書店第一天帶著流感 抱冰上課 並沒有獲得好成績 欸 學校門口有一位 這一位呢也是我們的室友 他的名字叫 該 算了 他的名字超長 那他呢 他的身分就是他是 蕾拉的同房室友 認識一下蕾拉的室友好了 他就很像那種 man girls不是有三個嗎 他就很像最容易被忘記的那個 喔 他是生物學欸 原來是理科的妹妹欸 他的穿著打扮大家看一下 就是非常的普通大學妹啊 這種 艾迪達長襪配vance 然後短裙跟短板鏡身上衣 那我們書店跟生物學的 近鄉的室友 打完招呼之後呢 準備要回家了 哇 哇 你好有品喔 大家有看到嗎 走出來外面打本體 然後再走進去欸 看來是一位有品德的孩子啊 我們不是要成為討人厭的人嗎 在跟我們原本的目標背道而馳欸 欸 媽媽 媽媽你怎麼跑來這裡 你怎麼在這裡玩垃圾 哇 近鄉跑去跟他打招呼 你看我就說蕾拉是近鄉嗎 先跑來看人家媽媽跟人家媽媽打關係 一看就是近鄉 媽媽的關係你有沒有錢啊 沒有錢啊媽 我只剩下3214塊 你開玩笑嗎 這垃圾真的沒人要收嗎 站上把它移到別人的房間門口好了 來你一坨 你也一坨 OK 我們是不是應該參加一些 什麼大學聚會啊 辯論學會 還有藝術社群 跟布萊斯車啦啦隊 因為我們書店的個性 應該會參加啦啦隊吧 藝術社群今天有欸 10分鐘後開始 等10分鐘後去那邊看看好了 等一下 自己是要 剛剛突然 甩她巴掌 女的有病啊 蕾拉是美術系的話 她應該很喜歡這種聚會吧 我們帶黑暗淨香蕾拉 一起去藝術聚會好了 你看 這位蕾拉的室友 我就說她們是那種mean girls裡面 會黏在一起的嘛 你看 約了蕾拉的話 她的室友就會跟著來 跟蕾拉來個碰碰屁股 我發現 蕾拉很喜歡想人家巴掌欸 到底什麼意思 藝術聚會裡面 看起來 沒什麼特別的 哇 好文藝喔 大家都在這裡 一起寫作業啊 然後 用電腦 藝術學會成員 我們可以對她 要求加入藝術學會 來加加看好了 出來乍到 隨便加一下 喔 這麼簡單喔 我就這樣加入藝術學會了 但我們加入藝術社群 是不是就不能加入啦啦隊了 但我覺得我們書店 比較適合啦啦隊 來跟這位 安潔啦 打好一下關係 書店啊 書店啊 社交囉 我們大學啊 學的是人際關係 才不是什麼戲劇欸 詢問學問 來問一下他什麼戲的 藝術史 喔 其實我不知道藝術史是什麼 我是藝術歷史嗎 感覺是一個很綜合的學位 我記得我們明天有課吧 好像不能玩到這麼晚 明天早上11點有愛上勞基法 下午3點有耍白木克 回到我們的幻龍廳 我們的書店呢 現在真的很像有課藥 長了黑眼圈 因為他想睡覺 所以他長了黑眼圈 我們室友剛好在欸 我們來跟他來個 歡樂的介紹好了 不然 都已經一起睡了 這麼久了 還不認識彼此 還挺怪的 喔 他還是藝術史欸 所以他是剛剛那個什麼 藝術學會成員 紅髮女生的 同學喔 那我們先到我們的安眠書店來安眠一下 OK 9點 先起床先起床 我跟你講 因為淋浴巾只有兩間 所以我們要趁沒有人的時候 趕快過來搶淋浴巾 洗個澡 然後上個廁所 等一下11點要去上課 天啊 好焦慮喔 真的是大學生 我們的家男朋友 早上吃早餐 還要出來看風景 哇 你痘痘也長太誇張了吧 長個痘痘被打一樣 我們不知不覺我們安眠書店已經跑去上課 他每次上腳踏 顏色都不太一樣 我不是很懂 我們下一堂課 好像是三小時後 趁這個時候呢 趕快來吃個午飯 好了好了好了 又要上課 上課上一上 突然變得浴火分身 我真的是 不是很懂 他付出莫大的努力 對這個課的成績有很大的幫助 哇 目前看來你秀的最好的是這一門 就是在二座軍人台耍白幕欸 果然是要成為一個討人厭的家夥 等一下 同學 你當我的房間垃圾堆嗎 雖然他喜歡把垃圾堆在床旁邊 但他最後都會收掉 還可以接收 喔 有人打來欸 我隨機撥打了一個號碼 讓我們認識 這是說明我們有緣 這感覺 像什麼怪叔叔 然後隨便打人家的電話號碼 去做一些 不太合法的事情 那我們報告呢 變成了優異的宣息報告 先來尋求一下別人的意見好了 來問一下醫生 問他覺得我們報告做得怎麼樣 他臉看起來有一些 有點為難 自信 收到了意見 你覺得對嗎 他看起來不是很屑女報告欸 那因為今天是 這個豐收季 他會有一些要 節日要完成的項目 像是這個 會有地精 跟感恩的精神 所以我們要來 對別人 表示一點感恩的精神 來找一個人 實施感恩的精神 就是你就是你 不要跑不要跑 金髮日本妹子就是你 協助你修復糟糕的關係 你跟誰糟糕 喔 你跟雷拉的室友感情不好喔 那就讓你們不好吧 他是戲劇學 他是我們同學 嗨同學 我怎麼好像都沒在課堂上看過你 然後再來對他心懷感謝 雖然我們才肝恩是 但是我們還是要對你心懷感謝 有聽到嗎 在音樂 我想請問 你怎麼睡得著 吵死了 閉嘴 等一下 上完課之後呢 我們的室友 金髮日本妹子 就在學校門口 這樣趴在地上睡著了 看到有沒有 戲劇戲就是這個樣子 那下一次呢 我會給大家看我們怎麼改造那些小人的 我們不是還有一位黑髮日本妹子沒有改造嗎 那我們下一次就先來改造他 這一集有出現的室友呢 我等一下會放在影片的最後面 就是用圖片的方式提醒一下大家 也提醒一下我自己 那我們 安眠書店上課上了一個禮拜 應該是不會被盪啦這學期 感覺啦 我一開始的感覺我不會眼閉 今天就先玩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上課 掰掰